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位在桃园的中原文创园区 可以看到这个文创园区一定跟一些军事有关 因为我的后面呢就写着七奈京城四个字 再远一点还有团结中城跟效率风气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七奈京城的中间有一个钥匙的交叉 这个当年呢就是这个陆军经理科的这个标志 那今天这一集呢是开箱 我们先废话不多说往那个方向走 阿涵这一次呢在这个中原文创园区创作了一个入口意象 那这个入口意象呢就在大马路车子必经的途中 那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Go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作品 那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造型呢就是一个军用卡车 那为什么会以这个造型为创作呢 我先来带一下这个中原文创园区的历史 这里以前呢其实是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的中立营区 所以它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在战争后勤补给的补给物资 本来有非常非常非常多栋的仓库 那现在保留的是19栋 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走过去晃晃的话 可以看到两排两排左右各8到9栋的仓库 后来当然就是随着时间 台湾很多的这种文创园区 有像比如说高雄的是港边的码头 然后松烟是烟厂 那这边呢就是跟军事有关的 当时是后勤的补给的营区 所以过去补给嘛补给的东西就会进进出出 那军用补给呢 大家如果要经门看的话 就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军用的吉普车在这个路上走 这个呢就是当时就是很常进进出出的军用卡车 所以我们就复刻了这个军用卡车的造型 上面你们可以看到一箱一箱的 就是表示它上面堆叠了很多的货物 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补给站 那为什么会叫补给站呢 是因为以前这个营区就是军备后援的补给嘛 物资的补给 那现在呢它变成一个文创园区之后 它就变成了现代人或中立人或桃园人 台湾人精神上的补给 这里有很多的艺术文化或是展览活动 那甚至假日都会有市集啦 补给大家精神跟充电的这些活动 所以呢相较于在历史意义上它是物资的补给 在现代意义上它是现代人精神的补给 所以我们在命名上呢就命名它叫做补给站 那当然呢在上面的图面嘛 阿含的作品按照宽利益还有很多的很细节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上层下层跟散布在中间的彩色区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层 上层呢就是一箱一箱的物资 所以这个物资呢就在里面刻画了很多 当时这个营区负责仓储跟运输的物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中原营区当年最主要的补给物资 属于第一第二第六类的军用补给品 包括了第一类补给品两抹给养类中的白米 还有第二类补给品编装或配付表之次要装备类中的 迷彩野战衣 B站头盔 还有军靴 第六类的个人用品类 其中有铝脸盆以及毛巾 好那看完上面仓所物资之后我们来到中层 中层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军人 他在开这个军用卡车 右手边呢他就是一个仓库 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在看展览 所以他就是过去跟现代结合的一个意象 那我们再往中间一点点看的话 可以看到中原文创园区 这是他们的标准字 所以我们直接用他们标准字来呈现 那刚刚我们再一进来的时候 不是有看到那个墙面上面 有这个钥匙的交叉字型的这个图腾 那我也把它分布在作品的空间当中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可爱的是 我们绕来侧面看一下 因为这个作品是一个有厚度的 这个厚度大概有四五到五十公分 所以呢侧面呢我们就用军靴 头盔 可爱的小军人带出这个作品整个不同的感受 这边呢晚上是不会亮的 因为我们直接就在白天的时候 让他看起来后面是黑色 但他其实是每个都是穿透过去的 夜间的作品的灯光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作品的灯光呈现啊 我们是让他营造一种 晚上的车子开进来的时候 不是会打亮那个前面的头灯吗 那所以我们的光线就是把这边照亮 把这边照亮 感觉就是车子里面有亮 车子前面的头灯也被打亮 轮这地方就是暗的 比较周边的地方也是暗的 去象征就是夜间车子开车的时候 真正的感受 那下面这一层呢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可爱的小图像跟小故事 其实就是在刻画现在 包括了现在会有一些 音乐活动啦市集活动啦 还有展览活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细部的图案 现在的部分 我刻画了在这个场域中 如今会发生的大小事件 像是这个香喷喷的咖啡摊 手工饰品摊 还有乐团演奏 或者蚂蚁蝴蝶起舞 孩子跟毛孩子们在一旁野餐 好不快活 好 那看完了过去跟现在的细部图案以后 我们还是要展望未来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品里面 我绕到后面带大家来看 因为这个彩色的部分啊 如果能够称着现在的天空 会非常的美丽 有没有看得出来这个颜色 不同缤纷颜色的压克力 其实就是象征着未来 未来这个园区想要带给大家的各种面向 包括了科技 艺术 文化 美食 在地的文化特色跟知识教育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个作品呢 就包含了过去的历史记忆 跟现在的非常欢乐的场面 然后跟未来的展望 这个就是大含这次作品大概的概念 大家如果进来的话 就会从这边开车进来 我这一次来的时候 就刚好是他们整个园区刚开幕 然后搭配文博会 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展览啊 市集啊 很热闹 再来的话就是整个空间中 中间有一个廊道 应该说凹槽吧 来到这边的人就可以坐在那个凹槽 比如说买个饮料啊 这里有很多的投币机 因为周边的便利上的比较少 所以坐在凹槽啊 然后看看天空聊聊天 吃吃东西 我觉得算是蛮浪漫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松烟啊 在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人其实也没有很多 但现在就是到假日的时候 就是人潮爆满 华山其实也是 那这个地方呢就跟这两个空间 其实有一曲同工之庙 就属于桃园人假日精神的补给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草坯 如果真的大家想要的话 也可以来这边的树荫下面野餐 然后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好的 那阿涵介绍完这次的作品之后呢 想要推荐大家来到桃园或中立的 两天一夜的轻旅行 走 那我们就出发 Go 好 我们这一站来到了 恒山书法艺术公园 这个恒山书法艺术公园啊 我觉得很漂亮 除了建筑很漂亮之外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湖泊 可以绕着湖泊这样走一圈 中间错落的一些座位 甚至可以坐在那个草地上 然后看着湖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位置这样进去 我现在就在华太明平城的正前方 所以等一下我们这边逛完之后 就可以去华太吃午餐 Go 就是这边 你们看多漂亮啊 很清幽 外围的车流量我觉得也不多 如果太阳不要太大的时候 很适合来这边散步 约会的好地方 这里若是春天或秋天的时间啊 很适合坐在这边 或者是其实晚上 不知道这里的环境是不是有路灯的 如果够亮的话 其实在这边看湖是很漂亮的 我们现在要走过去的地方就是恒山书法美术馆 往这边沿着湖边走就会到了 反正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好来是星期二 所以他星期二修馆 大家千万不要星期二的时候来 很可惜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 有进到这个馆设里面 馆设里面它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真的很漂亮 就里面有一些镂空的廊道 比如说从二楼然后眺望这个皮塘 又跟我们现在从一楼看这个皮塘的视野不一样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恒山书法公园跟这个艺术馆 这个空间呢是由建筑师潘天一来设计的 这是台湾唯一一个以书法为主题的艺术馆 美术馆 属于桃园市政府国家级的艺术馆 这个空间的设计概念呢 因为在写书法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笔墨纸艳嘛 那艺台里面就会有墨 所以呢设计师的概念是 刚刚这个皮塘就有点像是墨水 旁边的这个我们刚走路的这个地方呢 就像艺台 然后艺台里面盛装了墨水 所以这艺台墨水 那这五栋建筑物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从上面俯视的话 它是五个黑色的建筑物 然后都是方框形的 就有点像以前钻科的那种艺石 所以它就象征着五个钻科的印章 所以其实蛮有意境的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有展览 这档展览呢从现在已经开始了 一路展览到10月21号 是韩国现当代书艺展 那什么是现当代书艺展呢 书法是一个很传统的记忆跟艺术嘛 可是呢转换到现在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艺术家 用书法的形式创作出现代艺术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馆 跟韩国的现代美术馆MMCA 你们记得吗 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 然后有去到韩国现代美术馆 韩国现代美术馆是韩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的美术馆 规模跟环境也是一等一的 MMCA跟台湾联合举办 然后邀请了数十位韩国的现代书艺的艺术家 什么是书艺 其实就是书法的艺术 其实韩国日本啊 台湾啊 算是中华文化 阔籍的这个整个东亚地带 过去都有书法的这个传统 书法的传统转变到现在呢 就有更多的当代艺术的发展 所以呢 大家如果进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书法的艺术 用当代的方式呈现 大家这样看 应该大概就可以想象了 它是保留了书法的 比如说笔触啊 跟力道啊 进道 可是在图案上面 更有设计跟现代艺术的感觉 这里除了有建筑很美之外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池塘 跟很多石头的艺术装置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真的一定要来一趟 那我觉得来一趟 应该是一个下午 都可以泡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因为这里没有开 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去 华泰名品城 GO 就在对面而已 走 它这里好多美食 而且它这个资讯整个汇整在这边 我上次有吃过这个 美式手抓海鲜餐厅 还不错 它有这个耶 Ruth Cafe 就是用贝果 然后有点像披萨贝果 有点想吃这个 顺便可以喝冰冰的咖啡 它这边都有标示 而且很特别的是 它有素食可吃 或者是狗狗可去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在 华泰名品城的里面了 先讲一下它的交通 它的交通非常方便 大家都应该知道 桃园高铁站一出来 走路一下下 就能够到达园区里面 那当然周边停车的位置也是很多 那因为华泰名品城 它占地非常广大 有三起 反正就是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我觉得初次来 没有迷路的一两次 是不合理的 华泰名品城 它其实就是美式的那种outlet 所以来到里面之后 都会很像 你在美国的outlet逛街的感受 大朋友小朋友都很适合来 因为像它会有一些 什么亲子的空间啊 大品牌中品牌小品牌 你想得到的 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有生活用品 服饰时尚品牌 快时尚 然后跟高端的精品都有 那我觉得还不错的是 它其实沿路上都有 设有很多的座位区 不管是花台的乘坐区 或者是甚至就是 有那种可以 躺椅那种凉椅 三五好友坐在那边喝喝饮料 喝喝小酒聊聊天 天气好的时候其实很适合 还有一个是 餐厅也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锁定喜欢的 精准的逛街 我上次来 我自己推荐大家 如果是漫无目的的逛 当然可以就看到 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但如果你是真的已经很明确 有想要的东西 那你可以先查 好可以节省更多时间 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从三起 走到一起 蛮远的 然后去吃我们刚刚锁定的一间餐厅 GO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了NUDE的咖啡餐厅 它就在NUDE的时光厂 旁边就是LUDE的补食店 这个餐厅算是还蛮大的 逆时美食那种混合的 有意大利面 有鸡蛋 然后排韬 这个是番茄的 蛮好的 这是牛肝圈鸡肉的状态 有满满的牛肝串味 我很喜欢QQ 好吃 因为它鸡肉有煎到有点嚼嚼的 应该是很香的 我会点的是那个西西里咖啡 我会炒成它 所以那种味道 而且它蛮体健的 是好吃的 至少 我们这次入住的是r 各样行馆和艺术家无奇联名了两间房间 分别叫做鸟和梦 从房间的亲手绘制 到灯光家具的玄品摆设 都是由艺术家一点一滴打造跟参与的 非常的特别 晚上泡泡澡 吃吃宵夜 和家人度过了开心的一夜 很推荐亲子入住哦 OK 以上就是推荐大家要去的地方 那因为阿涵在桃园真的有非常多的作品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桃园很熟悉 然后有推荐好吃好喝好玩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次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走走看 那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来到桃园 看阿涵其他的作品之外 来到桃园中原文创园区 看看阿涵最新的作品哦 拜拜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 叫做到桃园中原文字的作品 给我一个最新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